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小明小编 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一下 Honda City Sedan 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新一代的 City Sedan 终于在泰国正式发表了 那相信大家也看到新车的外形 还有内装 还有动力配置方面都是有 蛮不错的一个惊喜 我相信这个新一代的 City Sedan 它依旧还是会有 潜力成为 B Segment 的这个霸主 那我们都知道每一代的 City Sedan 在动力组合上都会有不同的改进 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讲解一下每一代 City Sedan 的故事 还有演变 第一代的 City Sedan 在1996 年正式发表 而这一款 City 也被 Honda Malaysia 官方称为第一代的 City 但是其实 Honda 在这之前是有推出过两代 被称为 City 的都会小车 只不过这两款车 它们其实是 Hatchback 的车型 这个第一代的 City Sedan 它是基于 Honda Civic EF 的平台打造 当时原厂是将它定位为 比 Civic 更加入门的一个 四门轿车 那这一款 City 当时的主要对手是 来自 Toyota 的 Soluna 不过当时 UMW 并没有引入这一款轿车 当时这个第一代的 City Sedan 它拥有两具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1.3L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 变速箱选择分别为 5 速手排 以及 4 速的自排 而这也让这一款 City Sedan 成为唯一一个 采用 4AT 的 City Sedan 当时这款车呢 其实整体来说是相当的不错 只不过因为当时我国市场还是国产车的天下 所以这一个 City Sedan 它的销售成绩并没有非常的亮眼 但是 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可以在路上看到不少这一款 City Sedan 的踪迹 所以 整体来讲应该可以说这一款车它的耐用性方面是相当的不错 第2代的 City Sedan 在推出的时候在当时可以说是拥有相当多的黑科技 像是 IDSI 引擎 还有当时非常少见的 CVT 无段数变速箱 而且这个 CVT 还被有换挡按键 那我们先说一说这个 IDSI 引擎 这个 IDSI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省油 只不过因为它拥有 8 个火星塞 这对日后的一个保养工作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 8 个火星塞 费用相当的高 虽然如此 原厂还是将这个 IDSI 技术整合在后期的 IMA 混合动力系统里面 至于 CVT 呢 由于当时这个无段数变速箱在市场上还不是很普及 它的技术也不是很成熟 所以当时许多 City 的车主在换牙油的时候就不小心换错了牙油 造成了许多问题 也造成了日后许多人对这个 CVT 的一个不信任的出现 虽然如此 这一款车它在我国的能见度还是非常的高 也算是为 City Sedan 打响名号 而 Honda Malaysia 在后期呢也为这一代的 City Sedan 追加了 VTEC 的版本 你不喜欢 IDSI 的话 你还有这个更有利的 VTEC 版本可以选择 在吸取了之前的经验以后 第三代的 City Sedan 终于推出了 这一代的 City Sedan 它拥有相当帅气的一个外形 而且在操控方面也是相当不错 配置方面也是很丰富 而且它拥有 Pedal Shift 由于市场之前对 CVT 的不信任 所以这一回这个三代的 City Sedan 原厂就采用了自家研发的这个五速平行轴自排变速箱 在耐用度上拥有更大的一个保证 至于在动力配置方面 这一代的这个 City Sedan 它采用的是一具 1.5L 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代号从原本的 L15 A1 变成了 L15 A7 主要是在油耗表现还有动力表现上有更大的一个进步 在一些市场 这一代的 City Sedan 甚至还有 1.3L 以及 1.8L 的 IVTEC 已经可以选择 所以理论上只要你找得到这个 1.8L 的 HALF CARD 你就可以 将这一代的 City Sedan 进行升级了 这一代的 City Sedan 整体来说可以说是 相当有潜力可以和当时的 Vios 竞争 只不过 Honda 的运气稍微不好 因为在当时他们就遇到了泰国 2011年的大水灾 导致他们的供应链出现问题 因为这个因素也让 City 错失了和 Vios 拉近距离的良机 Handa Malaysia 在 2012 年还是推出了小改款的 City Sedan 而当时这个 City Sedan 更搭载了 VSA 系统 也让它成为了首款搭载这个系统的日系 B Segment Sedan 经过了前面三代的酝酿 代号为 GM6 的第四代 City Sedan 终于迎来了爆发 更让它成为了市场上的 Game Changer 它拥有非常多的卖点 像是涨到相当好看的外形设计 还有足以媲美 C Segment 的空间表现 在配备方面更是超越同级的日系对手 像是拥有6G安全气囊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屏主机 以及非常独特的触控式空调面板 在当时这样的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科技感 很少有同级对手可以给到这样的感觉 在引擎的部分 这一代的 City Sedan 继续搭载了 1.5L 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代号从原本的 L15 A7 升级成了 L15 Z7 它拥有更好的动力响应表现以及油耗表现 也因此获得了政府的 EEV 认证 至于变速箱方面 Honda 它继续精益求精 推出了全新的 CVT 无端数变速箱 这一距 CVT 完全解决了之前所遇到的问题 像是顿挫感等等 也因此让消费市场再度接受它 因为配备还有售价非常的有诚意 这也让这个四代的 City Sedan 在一推出以后直接爆款 当时你要买这台车你还要等8个月 而这个销售成绩也让 City Sedan 成为了 B Segment 的销售冠军 这个成绩也一直维持到现在 这个第四代的 City Sedan 也参加了 ASEAN NCAP 的碰撞测试 并且在这个测试当中获得了五星的成绩 2017年 Honda Malaysia 为这一代的 City Sedan 推出了小改款车型 它们并没有固步之风 而是精益求精 为这款车导入了更多的配备 像是全系标配的 VSA 同时也加入了 LED 日行灯 而顶级版车型更是拥有 LED 的头灯组 过后 Honda Malaysia 更导入了 IDCT 混合动力版本车型 而这也让我国成为日本以外唯一一个官方导入这个系统的国家 可能这时候有些人会问 新加坡不是有这个版本吗 其实新加坡的 IDCT 车型是由平行路口上所导入 第五代的 City Sedan 也就是刚刚在泰国全球首发的版本了 这一代的 City Sedan 它采用了 Honda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看起来像是小一号的 Civic FC 而这回泰国的 City 也加入了 RS 版本 除了头灯组 它的尾灯组也采用了 LED 灯条的设计 乍看之下有一点 BMW 的影子 整体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而它的整体设计也相当的大气 看起来并不像是一辆 B Segment 的 Sedan 因为要符合泰国第二阶段 Eco Car 法令的关系 这一回第五代的 City Sedan 终于引入了 1.0L 的 VTEC Turbo 涡轮这辆引擎 这一具引擎拥有 122 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高达 173 Nm 在这样出色的一个性能下呢 它竟然还拥有 23.8 km per liter 的出色油耗表现 因为这一具引擎是为了泰国的第二期 Eco Car 法令而推行的 所以目前我们还不确定马来西亚是否会引入这一具引擎 而我们从现有的 Honda 引擎阵容中可以看到 比较适合我国市场的除了这一具引擎以外 还有另外一具 1.5L 的 Earth Dream 缸内直喷自然机器引擎 这两具引擎的输出都相当的不错 你会喜欢哪一具引擎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 1.0L 的 VTEC Turbo 毕竟贴备款才是王道 由此可见每一代的 City Sedan 在动力组合都有所升级 有时候是变速箱 有时候是引擎 有时候是两个一起来 所以买引擎送车这一句话套在 Honda 身上真的是没有错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